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的床边说她很怕了 所以妈妈会把小朋友睡在她旁边 让她不要怕 然后她会给她唱所谓的摇篮曲 或者催眠曲 所以小朋友听了慢慢的她就会不怕了 慢慢的都会睡着了 那今天这个独静医啊 那个伊萨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呢那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其实有在他们历史上有时候非常的辛苦 在有一段时候呢他们几乎全国的有一点影响力的人都被驱逐 驱逐 都被送到这个现在的伊拉克那边 就是在有几十年呢就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 活得很辛苦在别的民族的控制之下 活得很辛苦四十九年的时候 所以呢伊萨伊亚呢现在呢他就是代表天主要安慰他们 所以他用的词比方说 天主说你以色列你是好像小虫一样的 他说不要害怕 我一定要协助你 我不会放弃你 我要给你好的水来喝 我要给你安排绿色的一个环境来生活 就是好像是天主给这个受苦的他的老百姓的一个摇篮曲 那实际上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种时刻啊 就是什么都不顺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遇到失败的时候 人家欺负我们的时候啊等等 我们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天主也很愿意 为我们唱这个摇篮曲 这是让我们不怕安心 然后一步一步的面对现实 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圣诞节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很具体的有效的一个希望 好我们明天再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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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